人工智能向首领求情放过眼前的人类孩童 首领却让艾萨克现在就处决铁弹 否则将被关机 艾萨克忽然沉默了 他看看铁弹又看看首领似乎有了决断 铁弹不可置信地看着艾萨克走进 这个差点成为爸爸的AI会杀他吗 下一刻艾萨克的头顶长出武器 可是瞬间他的武器又收集 艾萨克一把拽掉了首领的脑袋 而后他的武器迅速打开 对着两名凯龙士兵射击 一系列潇洒动作之后 艾萨克跟老六说 关机完成 铁弹一把抱住了艾萨克 艾萨克搂住了铁弹低头温柔地说 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地上首领的头眼睛闪着告诉艾萨克 会永远一个人 艾萨克接着来到了控制室 他的头上长出了武器 在凯龙人没反应过来前 迅速击毙几个凯龙人 艾萨克开始操作驾驶舱并说 他会编写奥维尔号的内部通讯网 使奥维尔号发送大面积电磁脉冲 关闭所有在战舰上的凯龙新人 艾萨克对铁弹说 你不会受伤 但是我会和他们一起被关闭 铁弹说我不想你死 艾萨克说这是必须做的 不然船员无法夺回奥维尔号 随后他告诉铁弹起降舱的密码 并让铁弹告诉他的母亲 我爱你 这是在用生命抛妹子 随着艾萨克操作结束 他倒在了控制台 而所有凯龙人也同时全部被关闭 铁弹轻轻摸了摸艾萨克 随后奔向起降舱 很快舰长下令将驾驶舱的所有凯龙新人搬走 船员们面色复杂地看着艾萨克也被遗开 随着到达地球 放大后的图像让所有人既紧张又松了口气 无数的联盟新舰在和凯龙人的战舰对峙 战斗很快打响 暴威二号也加入了战斗 凯龙新的战舰稳得强大 暴威二号尽力闪避并抽空还击 随着接通司令官 司令官说32艘联盟战舰损毁 但是只击毁了6艘凯龙战舰 随着光芒一闪 司令官图像丢失 无数联盟新舰汉不畏死地对着凯龙战舰发起攻击 背后是自己的家园 他们只能拼死一战 别无选择 随着爆炸 百图斯报告联盟的翱翔舰被击毁 来不及被伤 奥威二号也被击中受损 船员被瞬间吸入太空 约翰说凯龙战舰还有5万千米到达地球 奥威二号再次被击中 艾德舰长紧急命令让所有船员去逃生舱 而他自己要过在量子引擎 炸掉自己和凯龙战舰 这时约翰报告又有大批飞船即将到达战场 塔拉以为是凯龙战舰 约翰却说 奎尔人 奎尔人接通了和奥威二号的通讯 奎尔统领让艾德舰长让开不要爱手爱脚 艾德舰长命令放行 并跟上了奎尔战舰尔人的加入无疑给了联盟最大的帮助 而且他们发射了小型战机 奎尔人高呼为了艾维斯荣耀而战 而戈登也被分配了一艘奎尔战机 他驾驶战机疯狂输出 而凯龙人的庞大机身对于这种战机毫无办法 戈登因为击落凯龙新舰的兴奋而开始欢呼 而凯龙舰队在联盟和奎尔人的夹击下很快不知 他们准备跑路 百图斯报告凯龙人的战舰正在撤退 统领发来了通讯 他说看来我们胜利了 面对艾德请求放回自己的船员统领给同意 艾德舰长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统领说 艾维斯让我们走上同一条路是有原因的 随即挂掉了通讯 奎尔人的战舰随着战斗结束离开了地球 船员们对于是否让艾萨克恢复正在争问 艾德舰长询问克莱尔医生 克莱尔医生说 就算我们想复苏艾萨克也不知从何下手 这时史莱克钻了出来 他说我钻入一个凯龙人身体时候 差点被烤焦了 但是我也研究了凯龙人的内部结构 或许我可以试试 随着舰长的下令 史莱克次溜一下钻入艾萨克的体内 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结果 他们对艾萨克还是有感情的 在众人期盼中 艾萨克突然睁眼醒来了 他起身说我停止运转0.7天 发生了什么 卫蓝色的星球上 司令官说联盟委员会也在进一步商讨 怎么应对艾萨克 是沉眠他还是拆解研究他的内部构造 建造行星防御系统 艾德舰长说他现在孤身一人 为了保护我们背叛了他的母星 司令官说我需要一个保证 随时可以关闭他 比如一个开关 艾德舰长说 这正是凯龙星人灭绝创始者的原因 我们不能像他们的创始人一样无益他 并说我可以做出担保 司令官说这是个沉重的担保 艾德舰长说我准备好了 艾萨克一个人在看着窗外 克莱尔进来询问他在看什么 艾萨克说我在绘制凯龙星的光谱图像 凯龙星虽然离得很远 但是坚持总有结果